中国大陆14号进行环台联合力舰逼军演 没有想到在屏东县琉球乡 有船长出海作业的时候 就在小琉球西南方海域 看到了一个福建海洋气象浮标 于这个时机点跟地点相当的敏感 为求慎重起见 海巡署将加强观察并且扩大搜寻 是否还有类似浮标 黄色浮标不断漂流 随着海水摇摇晃晃 镜头拉近一看 浮标有印字 上面印着福建海洋气象浮标海峡三号 船长看了简直满头问号 因为这里是小琉球西南方海域 船长14号中午出海作业 在小琉球西南方海域 发现这个海象浮标 从福建到发现地点 大约220海里 海象浮标相当于海上哨兵 能全天候监控海象环境 而发现浮标这天正好从清晨5点开始 中国大陆展开联合立舰围台军演 虽然浮标是在演习范围以外 但离演习区并不远 甚至离小琉球只有56.6海里 时机点与地点都很敏感 福建海象浮标飘洋过海到台湾 涉及国安